我说一点就是应该先了解一下领导想干嘛 可以问一下 如果说领导是为了想了解一下 平时大家日常都沟通些啥 但是如果你进去以后 那群可能大家就不爱说话了 其实达不到你的目的 还不如现在不加进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随便发发牢骚或什么 其实是可以反馈上来很多信息的 这是完美答案 这是完美答案 来 那个冰冲是吧 因为你是比较想进金融这个行业嘛 是的 但是你的诉求和你做过的事情 其实差异挺大的 因为你过去做的是理财产品的服务和销售 对 但是你自己有兴趣的呢 又可能是二级市场投资 比方说基金啊股票 然后你要想找的工作呢 又是类似于VC或者PE 这一类的投资一级市场的 你到底想干哪个领域 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 我就是想要先找到一个领域 然后钻进去 不不这个差异很大 就是说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比如说继续进一个金融机构 来做服务或者销售或者做项目 这是一种方式 我觉得他想当行长 那行长也是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进金融机构是卖C端产品 你说你想当行长不 什么行长 行长 银行行长 银行行长 你想不想 那肯定想了 当银行行长和做一个这个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或者CEO 比起来你更想当哪个 你更喜欢哪一个给你带来的荣誉感 对 因为我就是还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了解的还是更 还是太少了 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 这个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他其实对金融行业一点都不了解 你还真别说 当他对于我们每一个问题 无论是我们带着效益问出来的 还是认真问出来的话题 他都皱着眉思考 对 我觉得这个青年真是将来不可限量 特别好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过去有没有做过这个衍生品金融 没有 没有是吧 因为你这里都是标准金融 又是投融资 那么这个跨界是很大的 信托 租赁和那个我们这个PE这都飞标金融 你自己的飞标金融里面 你准备做往哪个方向走 飞标是可以的 全部飞标是吧 可以的 那衍生品也是飞标 没想明白 行 吴总他其实不知道在回答你什么 行了 你们别逗别人了 人家找一份基础工作 来 第二轮选择 趋货磊 还有一盏灯 弹钱不算感激 来 老胡给岗位和新筹 你这里提出的期望薪酬是3K到4K 我可以给你4K 我们就是普通的投行人员 然后地点 地点在北京 请问我去您那的话 这个业务的工作范围到底是什么 我这里有全金融链里面的飞标金融都有 有租赁 有信托 有这个资管 资管里面有天使和风险投资 另外那边还有这个跟银行里面的 金融衍生品 和正常的这个公司业务 和私人银行业务 我们这里都有 好的 明白了 那那个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行 HR那个这边能不能给一点点 意见 意见 给你的职业建议啊 就是你除了要关注你的实习之外 实际上像你在读书的年龄23岁 并且读硕士 并且你还有可能去读博士 并且你的学校啊 现在并不是太好 实际上应该是更大的 更主要的精力放在你的学习上 并且在你的专业领域里 一定要取得更好的这个成绩 然后呢 同时再寻找更好的这种 实习的机会 更高的平台 很少有选手会征求你们的意见 特别少 是的 所以这个孩子身上的素质特别好 行吧 落老胡手里了 还不一定 看看他会不会选择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我已经想好了 电联控股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电联控股 谢谢你 再见 我在台上的表现 能够让我自己满意 但是我确实是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的 需要进行继续学习的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